2013年1月至12月 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在立法会办公室 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小 主题是五四运动与中国 每集一小时在myradio播出 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 内容包括五四事件 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 大学祭奏 人物与思潮 103年前的五四运动 固然是北京学生 外国民主运动 也是疑风逆族的 中国新文化运动 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 兼容并爆的时代 港共政权教育当局 揣摩北京意志 最近已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命 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堂 配合中共的权统治 顺化劳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 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 配上中文字幕 九月一日起逢星期一四 晚上七点钟 在MyRadioYouTube频道播出 敬请各位新知构与收听 收听和付费支持 多谢大家 在英国租楼好像很复杂 不怕 云远移民帮到你 帮你稳定楼 看楼 不用你四围走 快点来云远英国租楼专线 6214438 了解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 今晚我们在公司这里 有一个税务的讲座 自不然税务讲座 很多朋友们在不同的讲座里面 都会问我有关英国税务的问题 税务如何安排 应不应该卖楼 什么时候卖楼等等 这些问题 今晚我们在税务讲座 邀请了专业人士 为大家解答税务上的问题 未来我们都会安排一些 不同类型的一些讲座 给大家移民英国之前 就会参考的 今晚就是税务 下次可能是生活上的需要 例如买车 应该要注意什么关卡 难题 所以下一次我们都会 有不同的类型的 讲座的安排 最重要是留意 我们宏远 生活百福的频道 或者我们宏远 移民的Facebook Facebook广告 当然如果你需要考虑更多 英国移民的一些问题 有关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在Facebook留言 告诉我们 我们尽量会和大家 安排解答这个疑难 多谢大家 一年容易有中秋 今天我们很高兴 请到青嫂上来 很久不见你 是呀 又会比较忙 不是 人又比较忙 肥了 今天就有好东西 介绍给大家 大家在桌面看到 开始有一个新品牌 叫做私房清 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是的 我们的私房清的月饼 我们全部都是香港工厂 香港製造 那我们的老师傅 都是五十多年的师傅 那我们现在是做 传统的四粒粽的月饼 冬容 五人 还有那个冬容月饼 那有些 现在这些叫做 埋里装 有个很出名的沉皮红豆 豆沫奶黄鱼 有个沉皮冬容 那这些都是小糖的 没有外面的那么甜 最紧的现在 吃月饼 吃任何东西 吃得健康 但是有一样 我们很赞赏的清嫂 大家知道 近年做这些月饼 就越来越 富丽堂皇 那些包装 有贵都不清楚 不是吃月饼 而是吃包装 但是清嫂 反货归清 反货归真 全部是一个简单 简洁的设计 那就没有浪费 最主要是些东西好吃 所以这些东西 首先要赞扬一下清嫂 那里面有多少款给我们选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有五人的系列 有双网单网 还有亚迅五人 但是这个特别要告诉别人 因为我的会计 计错了数 所以这个特别优惠 为什么不炒了会计 没有办法 开始了 下一年我们改过 一年就当 一街坊出 因为实在太便宜了 差不多 是不是虽然做 也没有办法 出了街的东西就要做 有那些联融系列 单网、四网 其实我们最好的是接预计 做事 你可以订四网 也可以三网 你和我预计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有得订的 有的 那是不是那个费用零计 是的 你加了蛋 加一粒 那我们加多10元 不为过 你说得这么绵典 加10元 真是便宜了你 我本身推荐 因为我喜欢吃蛋黄 我喜欢吃这个 单网、商网都不够 我们四网 好 那四网到时 你打给我 我就打给你 还有那个东西茸鱼 就是特别区介 因为是 我们这个东西茸 是我们台山 特别很出名 我做了几十年 所以我特别在我们台山 用了我们老字号的东西茸 做的 那不是很甜的 很爽的 好像水果那样的味道 嗯 好了 那我说得明白 我和清嫂非常熟 所以我愤身推荐 那不止 就是要试一下 但是不可以面前试 我们在外面试 那么 愤身推荐 所有的听众 如果听到这个节目 或者听到这个节目 都希望你们订购 那么订购那个渠道呢 就有很多个不同的平台 那么当然有这个人员 也都有私房清 是 那么我自己都就是薄尽免力了 那么如果有听众想 买这些月饼的话呢 那么可以都经我那边买 嗯 那么我都是找个清嫂的人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这一集到我们移民移难为你解的时候呢 我旁边呢 我们请到一个嘉宾 当然很厉害 我不要这么说 自己先介绍吧 是 大家好 我是朱祖欣 香港验车的负责人 也是英国验车的负责人 没错 就是我们为什么移民移难 要请到你上来呢 就是因为呢 去英国三件事嘛 是吧 租楼或者是买车 是吧 还有就是找学校 是啊 买车就能够到你了 所以我们这次呢 就特意请上来 说一说 喂 现在英国买车 就是买这艘车 当然是 你知道英国也是买这艘车多了 是 有什么要注意呢 其实在英国买车 和在香港买车都是一样 正正其实 移民而难为你解 其实很多人移民了 去英国呢 其实就是 找楼 找车 找学校 这三样 必须要找的了 没错 有很多时候呢 香港开开那部车呢 其实都可以提醒大家 都可以运回英国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 就是 未必呢 就这么愿意 或者香港那辆车可能旧了 那就是在英国买 那么同样 我们都提 就是 说回给 香港的 市民知道 在英国买车和香港一样 记住呢 没验车之前 不要下定 但是英国呢 其实买车有个好处 他们有一份东西呢 是可以查回车的资料 和过往一些的记录 但是都要提醒大家 因为其实那份记录呢 是不更新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买车的时候呢 第一就不要下定 第二呢 就查完这份东西也好 都不要打算 百分之八是没问题的 因为 之后的东西呢 其实那份东西是没有反映到 譬如你可能 半年前有的一份东西 半年到今天为止 究竟那个记录是怎样的呢 其实未必更新的 所以 所以 其实大家都是需要 找验车公司 嗯 其实我 我这么看 譬如说 我是不是看到刚刚的车之后呢 然后就 就找你们来验车 验了先 是 验完之后才决定 下不下定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是最理想的做法 嗯 但是 譬如说 你如果 平常的车行看 是 看完之后 等等 我现在找 叫你们过来 这样 那其实你们 意思是 要预约的 是不是 其实我们做一两天 预约就OK 没问题的 嗯 因为我们刚刚上次 在英国呢 就有一个 挺好的经验 嗯 就是原来那边的 企业呢 其实知道我们的验车 其实很欢迎 而且也很协助 嗯 那相比 不要介意 香港的车行的朋友 哈哈 其实就是 有些呢 未必那么原意的 但是 经过我们 香港验车 已经十几年的 思想教育 再加上组织滲透 令到那些车行 都没有办法 就是 不做先验车 后落定 这件事 那不是炒卧的 大哥 因为其实我们 香港验车 就是一间 不是车行 是车房开验车公司 就是一间维护消费者 权益的公司 嗯 不过我自己在验车期间 其实我都过了英国 差不多有一个半月时间 嗯 我就找回我的朋友 和一些老师 我老师都年纪很大 整个70岁 教了中文的 是 就跟我说 他说 朱祖恩 在英国买楼真的和香港不同 那也是 是的 我不知道原因 因为他就说 我看了一层楼 正常来说 总之 找Agent 落定 接着就等成交 香港最久 一是两个月 一是三个月 是不是 是 但是英国买楼 他说给了钱 都不是可以买的 究竟那些是什么楼 不是 其实是这样 你英国买楼 跟香港人绝对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 你首先来拿订 你没以为一定是 就是 那个业主一定会买给你 啊 给了钱也不是买 他是这样的嘛 英国买二手楼 他要逼的 要逼的 首先来说 要先开价 就是说 你的Agent 就跟业主 有很多Agent 都跟业主开价 这个价 这个价 名义上就是 大家就是 不会公开的 就是业主跟那个Agent 才知道的 那价高借得 那你说 我先下定 那样 那业主是欢迎下定的 不过问题就是 他觉得你的价钱不对 他就退回给你了 但是有些不是 他是拖了差不多半年 又说要迟些交楼 又说自己还没搬走 那其实有一个合约精神 那为什么他可以迟些交的呢 又对 合约精神 英国的法例 它是规定了一件事 就是这样的 它是保障双方 什么都要保障 双方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知道 那条例就是 你买那层移楼的时候 你一定要写明 在合同里面 写明 那业主要何时 何月何日搬走 如果你不写的话 那就当understand 就是说 那业主走了 你才可以进去住 那业主未走 你是不可以进去的 那其实很容易失与算 那如果 所以你就一定要找一些 就是说有经验的 但不是有经验 反过来 我Mr.买楼 他所有东西 说真的 他虽然是Mr. 但其实他不是2000年代Mr. 是70年代Mr. 那些东西又说 买楼的资料 又说要上载上去 是 是 又没有地产代理跟 是 又没有律师跟 接着 就是找银行做onkey 又说 总之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做 做完一轮之后 接着又说OK 然后迟些又说不OK 然后迟些才交流 那其实 可能大家在看这个节目 觉得我问问题很低能 但其实我真的是低能 其实不是 不是低能 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这些问题 因为你用香港那种习惯的生活模式 一过去他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 我买楼 那我拿订就是可以的 你收得我订就是买给我的 是的 比如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到时候你当然要业主要跟我解决 其实你几样东西要搞清楚 第一你买二手楼 你一定要找一些障家人跟你验 就是你买车要找人验车 买楼更加要找人验了先 因为你不验的话 第一 你验了之后 你可以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写在买个合同里面 避住了先 那我业主 就是说大家丢的时候 你要帮我准备好或者怎么样 第二来说 你是有权 就算你拿订也好 拿订 如果他里面 你经过所有人 发现他里面 有些结构性的问题 那你是可以 喂 我不买就可以 不过其实如果真的买一层楼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给一些 叫做 surveyor fee 的话 都有一笔钱 那当然 买二手楼 其实也有一定的风险 在这 说真的 其实我告诉你 就是说 因为你和住在英国的人买楼 有一个最大的分别 就是你是新移民 你去到那里 什么都不熟悉 对啊 其实你会融入 你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明白一个问题就是 英国人 你如果邻居不好的话 你住在那里 就很大事 那如果你这么说 那就是买新楼更好 买新楼呢 买新楼呢 买新楼是不是也是这么麻烦 不是啦 新楼呢 一般来说新楼呢 我这么说 就是我们说的apartment 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但是呢 如果你买那些旧的二手楼 那些小屋呢 你就要 因为你买楼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些英国人的习惯 很喜欢投诉你的嘛 第一 我告诉你 你的垃圾摆得 那垃圾桶摆得不正 那你影响到它呢 它又可以投诉你 不过你讲 譬如新楼的apartment 因为我认识大部分的朋友呢 他们过去呢 真的喜欢住house的 而且真的很贵 可能在说三四百万 但是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因为其实我看到那些小屋呢 可能已经六七十年了 有些过八年历史都有 有 那个维修费便会很贵 一般买二手楼呢 其实我们其中有一集都讲的 如果你买二手小屋的话 你买的价钱也要预回 大概预回30%的维修费 就是譬如说 你如果买是二十万的话 你要预回六万磅出来做维修 如果这么说 譬如我们香港人过去 我想现在最多人过去 因为我其实都去了很多个地方 城市 我觉得曼城我自己就 你问我 我19年的时候 阿仔过去读书的时候 我去看过 那时候 我觉得事隔了几年 整个情况都不 改变了很多 是啊 还有我看到很多 之前 就算在Google Mac 看 可能是地皮 现在已经变了房子 现在变了房子 现在变了房子 而且房子我都愚蠢了 那时候我没有问过你 19年的时候 在曼城买房子多少钱 对啊 我最近再去看的时候 我问你多少钱 不是有这么多人 上了20%左右 有点不止 是啊 就是我说20% Average 是的 但是你说曼城买房子 其实 你说伦敦买房子 不是说买不买得起问题 因为伦敦其实 第一 我朋友开车 他说你千万不要开车 下车 下完伦敦之后 你就记住留意信息 怎么办 因为随时可能你收到告票 对啊 很恐怖的 对啊 但是曼城呢 相比就好一点 就是可能交通没那么繁忙 这个规划 我自己看回其实也完善一点 其实曼城的房子 你们有怎么看呢 还有多不多盘呢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 其实都推介曼城的 就是曼特斯特这个城市 我们这么说 因为其实这个城市来说 香港人就是 什么原因不说 其实就是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会选择在那里 是 是 原因其实 我们是负责他 无论学校也好 交通也好 住宿环境也好 或者他的楼价 那个 那个 那个规划 或者他的价钱 各样都很适合我们香港人去那里 就是移居的 就是居住啦 定居啦 或者是移民啦 所以其实我们特别在这个曼城 我们现在有几个新的楼盘 都是很适合的 应该这么说 那其实大家如果 就是说有兴趣的话 或者你们可以上来 就是我这里查询一下 因为我们基本上来说 整个曼城 现在的地 越来越少 可以建的 你也说的 是啊 我看到全部都建了 是啊 原本 那你变成了 你想想 那个规划不是说 你今天说要建一个楼城 建一个住宅 不是这样 但是我想问一下 从投资的角度 嗯 譬如我假设 有朋友 可能预备两年之后 移民去曼城 嗯 那他现在应该先买了 当然先买了 那买了之后 很简单 可能预备两年之后 那这一年多两年 那你就租给人 哦 就是你们会有人租 有 我们整套都做完了 就是基本上我们有 由你开始买 到有包租公司帮你租 就是letting公司帮你租 帮你管理 帮你招租 还有租金的回报来说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达到 有七厘左右 那倒回来我想问 譬如 可能我现在过了曼城了 我没有留住的 嗯 那你们又帮不帮到 就是我预备买的 但是你们又没有留住交给我 可能要等到下年 那我一下去 我又想找地方 因为我听闻 我说听闻 其实 是很难问的 租楼是很难 很麻烦 还有呢 就是不要介意 他们又肯定看到香港人 去租有些好的就好 有些不好就叫你交 交一年租金 我一个朋友就是交一年租金 而且是比正常的价钱 是贵了 是的 是的 怎样搞的呢 其实来说 这个就是说 现在突然之间 其实涌了很多的 就是几个问题 不只是香港人涌过去的 是 第一个是除了香港人之外 突然之间 你知道了 还有些乌克兰的问题 还有些东欧的国家的问题 令到他的人口突然之间 租的需求大 还有政府现在 特别对于一些难民国家 他会租住一些屋子 是给这些难民住 由政府出免租 那就是市场上 就是少了 是的 就是抢了 抢的时候 变商来说 那些业主的倚价空间 它是高了一点 他就要挑选 第一 挑选优质的 是吧 第二 价钱又要好一点 加上来说 因为 所有的英国的业主 他都要你提供那个经济来源 那你香港人 我认识 我认识 他就要交年租 是的 那在这个情况 你怎样去证明你有能力去交租 那你们有什么方法 比如先租后买的方法 我们现在基本上 租我们也有 帮你去租屋 买 其实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有能力 去offer 到这个 就是买楼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你买楼 就一定是最好的了 就是刚才说的 喂 你买你就先租出去 是吧 但是你不用担心 他就会弄你残了 因为那些管理公司 他们都要求 都是一样的 会挑选一些 优质的住户 不会令到你 即是说 那个屋住完之后 都会破坏了 这样的 我上次在英国的时候 就问你们 最坏了 就是 那里是哪里 我忘记了那里 我问你们 在河边 那里是租了给英国NHS 是的 是给护士做宿舍 没错 那里是挺好的 实际上 公营机构租回 我的单位 收到租 但是租会不会 特别低 不会 不会 我刚才说的 起码有七厘 如果有些 甚至乎有些楼本 它可以租到 如果你 比较方便一些 的话 更加可以回报到八厘 因为我自己在英国看了不同地方 其实我自己觉得始终 譬如马云城有大学 有很多学生都要租地方住 我自己觉得那些位置 其实如果自己住也好 或者买多个租给留学生 其实都方便到 我自己觉得 留学生 现在他们就这样做的 他们叫做什么 他们就用一些叫做HMO 叫做多一间屋 把它装修完之后 就向政府申请 做了多户式的 就是劏房 香港叫做劏房 那边叫做多户式 但是 漂亮很多 每个房间有个厕所 我真的要知道这些 是的 因为这些方便 而且年轻人最喜欢住这些 为什么大家都 全部都是年轻人住在一起 但是我们如果 打算投资 有没有这些买的 这些有有有有 而且回报来说 会比你一间屋 这样独立出租的话 会高大概两年三年 那通常这些 譬如是多大 一千尺 一般在 其实标准都是在 九百至一千尺左右 即是有些是三房 有些是两房 一般都是 最小都是四房的 哦四房 还有一个问题 我和那些朋友谈 他就说 多少尺 以下呢 就两个人住 如果是三个人住 就不可以住 是规定的尺数 因为其实他也要 保障住客 就是说 不会越住越小 香港就是知道的 你住到 你住越住越小也可以 但是那边不是的 你起码来说 一个成年人 他会规定你间房 也有百多尺 是的 他规定的 他说 你如果买这间屋 你准备多少人住 就不可以的 总之这间屋 就只可以住多少人 所以HMO 就是说 你要先向政府申请 申请了 我这里拖了五间 租给五个人 政府会给你一个 就是说 政府也会监管你 防火 那些卫生方面 做得不足够 还有这个好处就是 这些穿帽 这些多户式 你出租 那些租客其实很欢迎 刚才你说的 你的孩子也是住这些 因为为什么呢 你只是给租金之后 那些上网费 电费 登入火纳 都包了 你不用烦 但是我们业主 那就很愚蠢 会不会有 未必多有钱 所以我刚才说 有这些公司 会帮你管理 是的 这些公司会帮你管理 那管理的时候 就是说 他会首先帮你去找 找这样的租客 第一点 买广告之类 第二来说 他会帮你管理 那他们收那个 commission 或者手组费 是不贵的 它一般叫做 service charge 一般都是你那个 10% 就是你那个 就是家人服务 可以吃饭 是的 那租金是10% 但是你 你有了他们帮你的服务 那你更加会 就是 你更加会 不用说收不到货 也都不用担心 喂 还有他好到 帮你计算了些税 帮你扣完之后 只帮你进入 指定户口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其实多户式是一个选择 譬如我一家大小 可能两夫妻 有两个小朋友 如果要买房子的话 在曼城有什么好的选择呢 祝哥 你应该都做了 我看你做了最少五六年了 是的 很多 其实很多的 我们在明年落成的楼盘也有 其实资料会比较多一点 其实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在曼城里面 现在有的楼盘 譬如是 Winwood Courier Victoria Victoria House 这些都是快落成的 有一些可能是二四年落成的 所以 其实来说 这些全部的location 都是相当方便 你买了 喂 你不用担心 会丢空了它 喂 有没有近球场的 你是奥特福球场 曼城那个 奥特福 其实也不远的 其实来Winwood Courier 其实不是很远的 如果这些单位 譬如900尺 这些 这些大概来说 你预算是 我想由三十多万磅起 现在英国好像便宜了 是啊 就是说 我能入到 我90多入到 那你90多入到 你就值得了 九折买楼 你变相来说 其实当然是九折 你九折入到 当然我们不能这么准 你这么准 是啊 实际上算是自己开心钱 但是你九五折一定有 是啊 现在基本上九五折 喂 那你现在 买楼其实已经 在回率上已经赚了 我想问一问 譬如我们现在在香港 嗯 嗯 那我们需要去英国 嗯 去买楼呢 嗯 其实呢 有两种说法的 一种说法就是说 其实 所有的 在香港买卖的 英国楼 其实它的 手足全部都很齐全 第一 第一 我们在说这些发展商来说 都是很大型的发展商 不是一些 就是我们叫做 单一发展商 就是它只是 一个这样的东西 出来卖给你 很容易 要准硬尾 但是这些 我们这些又不是的 它们本身这些发展商 它们在曼城或者英国 已经有十几个盘在买的 就是很大型的发展商 第一点 所以它的手足也很齐全 你在香港呢 有英国的律师 帮你处理的话 其实你过不过去都没问题的 哦 就是我可以隔空 没错 譬如我现在要买楼 我当你说三十万磅 那我譬如一次过给的 嗯 那就是直接在 譬如 在香港的银行 直至回过去 发展商指定的银行 那就搞定 那如果反过来 譬如我 就贪心一点 可能我拿着三十万磅 我就想买两间 就每间就落一半首期 嗯 跟着又再做按揭 会不会很麻烦呢 如果英国做按揭呢 相对来说 就因为 就会麻烦一点的 那如果香港人 我们很多都是建议它 就是说你可以在香港 找一些某大银行去帮你去做 是 当然如果利息相对 如果英国楼的话 它在英国的利息 就会相对高一点 就是现在香港 你知道它两厘都没有 是 是 但是英国呢 你预计它有四厘到五厘之间的利息 那其实也是算回报而已 是 你的回报其实也对冲得到 对冲得到 所以变了来说 这个就是说 就是我这些这么说 你如果譬如说 想详细了解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上来 那我们又查一下电话 电话多好 我不如说一下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点 有关曼城的楼宇的情况 可以打3703-6156 或者622-144-300 找宋先生或者找阿周就可以了 那今天是讲车 不要讲一讲 不要讲一句 你如果讲车 你真的给200分钟我都不够 那是 所以你应该下次专程安排一集 就是讲车 我们找一次 如果不是 你这样讲我 你知道我讲话 我讲不停 今天只不过是 今天最主要是什么 其实你找我讲车 但是没办法 因为我真的 阿仔又在那边 又读书 所以我想了解多一点 楼宇的情况 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你说移民也好 帝时阿仔在那边读书 想有地方住也好 当投资也好 我都觉得 其实全世界都可以投资的 英国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们比较熟的地方 还有现在我在曼城 一下去 香港人 香港人 他们说以前 十几年前 多数讲普通话 现在这三五七年 就是广东话 广东话就是这样 特别是这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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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香港来的 是啊 香港来的 真是多谢阿周 今天 这么好 告诉我 多谢你阿珍 我多谢你阿珍 那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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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打电话来 6221-4438 找宋生了解详情 好了 你好像入了一批 泰国很经典的一批 繁简 是的 为什么呢 我们有些泰国朋友介绍 泰国现在很热 黄金繁简 名字叫黄金 是不是有黄金 是有的 真的是黄金 黄金原来有些矿物成分 对皮肤是有好处的 现在我们拿回来 可以这么说 是厂家直销价 直销 50元一块而已 真的吗 泰国就要卖到240匹一块 差不多60元一块 比香港更贵 因为它是零售价 我们就从厂里拿出来 这个老友说 我们的厂里做这些东西 我有没有兴趣 我当然有带给我们的听众 是 但是它还有一个礼盒装 是 一盒就六个 是 是 280元 280元 就是 这个抗氧 就去皱纹 等等 是这一类 其实特别的问题 其实现在很多香港人 都会用中番茄 特别有时候 如果皮肤敏感的朋友 是 他去看医生的时候 就是那些生的那些 是 一粒粒的那些 一粒粒的那些 医生跟他说 你不要用毛露了 你还是用肥皂 因为肥皂 刺激性就没有那么大 还有这个黄金肥皂 是没有化学成分的 没有的 全无天然 还有它是手工做 是 当然你不能跟机器做的那些 它比较 因为它 价钱也不同 但是它 珍贵的地方就是 最重要的是 经不经历 有实用 有效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给电话给我们 是 数量就不多 暂时 第一批不多 大家有兴趣可以给我们 好了 OK